各位同學好,這條影片主要是monetary base和money supply 記住有M0、M1、M2、M3 但大家要知道M0是自幣一組的 而M1、M2、M3都可以同稱money supply 首先說回什麼是monetary base monetary base是真的印出了有的銀子 所以我們會有CP CP就是currency in public circulation 我們說public circulation就是non-bank的public 即不是銀行的公眾,花更多的錢就是CP 然後reserve是held by banks 所以這個就會組成了monetary base 另一個名字叫M0 所以我們要計算M0的話,一定要記住這條石 就是CP加R 另外就是我們要認識的M1、M2和M3 記住M1、M2、M3其實都是monetary supply 但如果題目問你,究竟是monetary supply 而它又沒有特意提外 我們所有的架設是M1的,可以嗎? M1調色跟monetary base一樣是有CP的 不過下面就不同了,即是demand deposit 這裏是CP或者demand deposit 為什麼? 即是阿sir欠了什麼呢? 其實就是欠了reserve和demand deposit 對不對? 好了,貨幣供應和monetary base 會有什麼不同呢? monetary base反而在量度 我們真的印了多少錢 好了,但是呢,demand deposit 我們真的會用這些錢去做交易 是的,我們會取出和存放的 所以monet supply是真的在說我們 是比較流動的錢 因為如果大家記得之後的貨幣 其實reserve 銀行是不會隨便去移動的 reserve 保存了就基本上不會太移動的 所以我們要留意回 我們說monet supply是在說 貨幣供應真的可以用到的錢 或者我們比較常用的錢 所以我們會用demand deposit 好了,那記住 M2就是M1會有包買的 很多同學有時候都會漏 記住,M2除了M1之外 還有什麼呢? 全部都是LB LB就是license plan 持牌銀行 即是匯豐、渣打、中銀等 會有saving deposit time deposit 和negotiable certificate of deposit 那就是存款證明 你可以簡單當作一張很大銀行的支票 可能幾十萬、幾百萬都不奇怪 簡單理解就可以了 好,那記住了 如果你看到是saving的話 即是有少少利息的儲存戶口 一定是算在M2 好,那time 留意一下time deposit 究竟是license plan 還是restricted license plan 和DC 因為這個就會決定到 究竟它是影響 即是它是搞M2 還是影響到M3 好,那所以M2是 藍色這個圓形 加長方形 黑色這個 好,那M3 M3就是前面兩隻 就是這個加這個 其實就是M2 M2這兩個 加上這個零形 那今次就沒有saving 只有time deposit 和NCDs 好,那今次就有 restricted license plan 受限制的持盤銀行 和deposit taking companies DTC 去發行 好,那同學 記得了 這些time deposit 和NCDs 是以為issue之後 叫help by public 即是由公眾持有 那些才有 譬如它們印完之後 是由自己 譬如RLP 或者DTC 自己hold 的話 那我們就誤解了 好,那所以 要去做這些題目 N1,N2,N3 基本上 就出些MC的時候 大家就要小心 即是說 如果那件事 動到N1的話 其實它同樣 都動到N2 和N3 如果那件事 只動到time deposit 的話 那應該只是N3 受到影響 可以嗎 好,那如果它有不錢 拿完M3 之後 它會放回M1 或者N2 記得了 它反過來 會影響M3 好,假設給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有人在這裡拿了30萬 出來 OK 那M3立刻跌了30萬 如果沒有做其他事情 好,那如果它將其中10萬元 去hold 放在demand deposit 的話 那這裡我們就知道 其實M1 會增加10萬 會增加10萬 對嗎 好,那因為現在M1 加了10萬 所以M2 也會增加10萬 那M2 加10萬 所以M3也會增加10萬 那所以 如果它沒有做其他事情的話 其實 它那個M3 在這裡 我們應該看到 是跌了20萬 那麼有趣 不是一開始跌了30萬 OK,那我假設之後 那20萬 它就匯了出去 匯了去海外 所以最後 其實M3 只是 下跌20萬 那可以 好,這個也很常見 M4 經常會問的題目 OK 但大家只要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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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做多幾次的題目 就可以做得到 好 唯一我有一個 提醒 就是想提醒大家 有時候它會拿了些錢出來 很搞笑 它會說有些特別的用途 好,譬如呢 它會說把錢放進一些save box 或者cash box 總之呢 它只要拿出來之後 不是放回戶口 不是放回銀行 它會保持在甲慢 OK 它會放在罐頭 都沒問題 總之 cash and hand 不一定要放到銀包 總之放在家裡 都可以 總之這些 我都會計算的 可以嗎 這個就要留意一下 可以嗎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那M4 M3 肯做多些 其實都不太難 是可以很穩陣地 拿到分的題目 大家加油